不论是近现代还是冷兵器时代 战争永远都是人类财富粉碎机 失败的一方与其说是被打垮的 不如说是被入不敷出的财政拖垮的 赢的一方也往往被消耗的千疮百孔 所以战争没有赢家 但如果你观察秦国崛起的过程 就会惊叹于秦国确实是越打越富越打越强 直到秦始皇奋六世之渔猎横扫六国 回溯到秦孝公的时代 商鞅已经通过一系列变法措施 把秦国打造成了一台高效节能的杀戮机器 这期视频 梦梦道人会带大家一起拆解这台机器 探索秦国无往不胜的秘密 并且解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六国学不来 在商鞅看来 要想让一个国家迅速崛起 只有靠战争 虽然战争劳民伤财 但是也可以越打越富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抢的多啊 只要抢到的比消耗的多 可不就越抢越富贝 国家财富来源无非两个渠道 要么是生产出来的 要么是掠夺过来的 生产靠种地 掠夺靠打仗 所以商鞅变法的核心 可以概括成两个字 耕战 种地有了粮食 就可以生娃 养活军队 有了军队 就可以掠夺更多的土地 种更多的地 生更多的娃 养活更多的军队 再抢更多的地 周而复始的正反馈 直到把全天下都打下来 所以作为一个秦国百姓 除了种田打仗 几乎就只剩下吃饭 睡觉和生娃了 之前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播出军事报道的频道 还会播每日农金 原来是更战台 真是豁然开朗 所以商鞅的政治蓝图 就是把治国变成及时策略游戏 只要安排了农民去种地 农民就会昼夜不停地劳作下去 只要拿鼠标画一个圈 士兵们就会一往无前 不死不休 但现实不可能这样 真人不是AI 人性充满着弱点 比如赵四刚要下地 半路碰见隔壁阿四 阿四倒买倒卖 一天赚的 比自己一个月赚的都多 又碰见隔壁教四 教四四处耍嘴皮子 一天赚的 比自己一年赚的都多 又碰见隔壁尼古拉斯照四 尼古拉斯当主播 对着镜头扭几下 一天赚的 比自己一辈子赚的都多 又碰见史蒂夫罗杰斯 罗杰斯当明星 只会一个表情 一天赚的 比自己八辈子赚的都多 只要身边总有那些 不种地不打仗 就发家致富的人 种地的人就没法安心种地 在商鞅看来 这就是政策导向出了问题 你再怎么宣传更战的重要 只要种地和打仗 比不得其他行业赚钱有面子 宣传就没法落地 对应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 秦国百姓严禁出国 否则就要罚作苦工 想靠一张嘴满世界混饭吃 门都没 那些四处乱窜的游士 除非能拿到政府颁发的通行证 否则必须离开秦国 省得他们蛊惑人心 想开直播间 不行 违法 想当明星 不行 违法 想去经商 这倒不违法 不过税额翻十倍 赚的没有交得多 最后赵斯就会发现 除了种地打仗 其他赚钱的营生 要么违法 要么赔钱 这样一来 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梦想 秦国人民都充分燃烧 不是种地和打仗 而是努力的种地 拼命的打仗 要让这种反人性的操作 能够运行 就必须设置足够诱人的奖励机制 强兵之本 在于击赏 一个国家 农人秦耕而不能温饱 并是立功而不能得决 民心气能不散 2011年 安徽陆安市 发掘了一座 战国中晚期墓葬 墓主是一对 楚国贵族夫妇 女主人移鼓完整 而男主人竟然没有头颅 考古人员在移鼓颈椎 发现五处明显的锐气伤 前三道较浅 致使个体死亡 后两道较深 达到身手分离的目的 考古学家推测 墓主是一位 楚国高级将领 在某次战争中受伤被俘 之后首级被敌将 砍去邀功 根据战国中晚期 这条线索 我在史记楚世家中 统计了楚国灭亡前 100年间的历次战争记录 这期间 楚国共经历了 大小21次战争 其中的18次 都是与秦国作战 而且几乎都是大败 所以这位楚将的头颅 很有可能是被秦军夺取 从秦孝公的父亲 也就是秦宪公开始 秦国就十分重视奖励军功 具体是用斩获敌军人头的数量 作为考核KPI 不过斩首级公 并不是秦国独有 六国也普遍实行 但不论是秦宪公的斩首级公 还是六国的斩首级公 机制都不完善 漏洞也多 商鞅最大的贡献 就是构架出了一整套完善合理的军功绝制系统 一下子让秦国系统升级 甩出六国八条街 常规的激励措施是 谁干的好就让谁升迁 小兵可以一路升迁到将军 所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但问题是 士兵当的好 未必将军也能当的好 说不定连班长都当不好 如果谁表现好就给谁升官 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不称职 甚至还会有人因为不想做官 故意表现一般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这种人 所以部队军制中 把军衔和军职分开 军衔越高 意味着更多的福利 荣誉和特权 但不一定担任的职位高 当然只有军衔达到一定级别 才能受以对应的军职 商鞅设计的军功绝制 就是秦国的军衔制 从最低的公室 到最高的大量造 一共有17个级别 没有侯爵 到了秦始皇执政时期 才逐步演化为二世纪 对比今天的军衔制 是5等19级 可以推测 秦军的组织管理 很接近今天的军队 秦国二世纪决该怎么证 很像是今天游戏里的打怪升级 级别越高 难度越大 需要说明的是 斩首技工的一些具体细节 始料线索不明 另外参考的云梦睡虎地秦简 显示的是秦国后期的制度 但他们和商鞅最初的设计一脉相承 大概的情况是 在常规作战当中 普通士兵 掌握一颗敌军的人头 就可以得到一级爵位 两颗人头可以换来二级爵位 有了爵位 当地政府就要多分配给他相应的田宅和仆人 掌握首级越多 爵位越高 待遇越好 还可以做小官 不过在秦国当公务员 一点都不轻松 所以很多人选择只要爵位不做官 这个可以自由选择 我看到许多文章都讲 必须斩获敌方的军官 或者低级贵族的首级 才能得到爵位 我个人不认同 有的版本的商军书 确实是这样写的 但这应该是传钞过程中出现的笔物 首先军官和普通士族怎么区别 看过李玲龙抓场奶钞那一段 就知道活人都不好分 更不要说脑袋了 这会让审核人员很难办 最低的爵位 应该让每一名普通士族 点点脚都能够得到 这才是一个能激发战斗力的合理制度设计 不过不可能拿20颗人头 就升级到20级猎猴 那就太容易了 指挥作战的军官 与普通士族的考核标准不同 看的是整个团队的斩首数 百将团长指挥的小部队斩首33级平满弓 次决一级 大将率领的军队 工程战斩首8000或者野战斩首2000 所有战斗人员都会进决一等 而大将 御守 参胜皆次决三级 不同战况也有不同的考核标准 比如工程 难度大于野战 一支18人的赶死队 也就是线队之士 只要拿到五颗人头 就可以每人受决一击 如果本人阵亡 爵位传给后人 另外有爵位的人如果犯了罪 还有政策优待 仅降低或者取消爵位 就算进去了 也可以不穿囚服 不带枷锁 这套爵位制度 对社会最底层民众完全开放 如果张三的父母是奴隶 他就可以放弃两极爵位 来换回父母当中一人的人身自由 如果张三自己就是奴隶 只要立了军功就能受决 也可以用爵位来免除妻子的奴隶身份 对于佛系青年 商鞅也有一套方法把他们赶到战场 比如张三就不想打仗 就不要爵位 就想躺平 我一接触杨徽就过敏 传 传 这当然可以 但代价是 张三有可能沦为奴仆 按照秦律 没爵位的人要给有爵位的人服役 每月服役六天 打仗的时候还要跟着去服侍 所以张三为了不给邻居当佣人 也得砍一颗人头 起码捞一个最低的公式爵位 谁让他是秦国人呢 我看有些文章上讲 秦国的普通百姓 享受不到阶层流动的便利 最多爬到八级公盛就到头了 不可能再往上升 这其实也是误区 这里我引史学家朱绍侯的观点 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绝制 比较重视低级爵位的利益 高爵与低爵之间 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所谓民爵和官爵的划分 是秦汉统一王朝建立之后 阶级固化才形成的 也正因为彻底打通了平民上升通道 才使得秦国的军功绝制 不同于山东六国 在商鞅设计的社会蓝图里 军功才是硬通货 军功面前人人平等 即便是国军的亲戚 如果没有军功 也不让你上主谱 只给最低的攻势待遇 即便是沦为奴隶 也能凭着军功 让全家翻身 成为军功新贵 这在当时 真是难能可贵的平等意识 后来事实证明 商鞅的改革蓝图实现了 百姓们充满积极性的 种地和杀敌 他们不热爱和平 一听说要出去打仗 就像要过年一样 因为每个敌人脖子以上的部位不是头颅 而是大额钞票和绝尾 改善全家生活的希望 都寄托在打仗上 父亲 兄长 妻子 在送别开赴战场的儿子 弟弟 丈夫时 都会嘱咐 不打胜仗 就别回来了 要么战死疆场 要么加官进爵 为了刺激自己奋勇杀敌 秦军在战前战后 都会大量饮酒 所以很多兵马友 都有小肚男 商鞅说 只要敌人不敢做的 我们敢做 敌人没脸做的 我们能做 就能赢 翻译过来就是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就这样 秦国一路逆行 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杀戮机器 当一群恶狼不顾死活的冲过来的时候 那真是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就算物资地盘都抢够了 也完全停不下来 因为如果无账可大 国家反而会生乱 从公元前356年 商鞅推行军功绝制 到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 近100年间 秦国历经战役数不胜数 史料记载的败仗只有一次 不过不管什么激励制度 如果只看重KPI 就一定会催生作弊 1975年 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牧 出土了大量竹简 很多都是法律条文和行政公文 其中有两个案例 都和斩首激功有关 先看案例一 老王在战场上砍下了一颗人头 张三竟然企图杀死老王 抢走他的人头 幸好被路过的朝阳装上 朝阳就绑了坏蛋张三 跟老王一起把张三扭送到长官这里 长官检验首级 并查看老王的受伤情况 再看案例二 张三和老王为了一颗人头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 秦军为了抢脑袋 竟然自相缠杀 但另一方面 也能反映出秦国 十分重视政府机构的办事质量和效率 为了杜绝弄虚作假 商鞅规定 人头交上来之后 必须展示三天 检验无误之后才可以受决 如果审核人员在规定期限内 没能完成工作 相关责任人一概要处罚 另外 抓捕罪犯同样可以受决 爵位的高低 根据犯人的罪行来定 所以案例一礼 那位见义勇为的朝阳 获得的不仅仅是面锦旗 这就可以鼓励更多的人都变成朝阳 秦国在军中实行十五连作制 具体内容我在上期有阐述 五人编为义武 一人逃跑或者犯法 其他四人都要受刑 除非谁能斩获敌人首级才能免罪 这就促使这五个人相互监督 所以想做坏事是要冒风险的 而且军中的连作法还诸及亲属 所谓生死家残 父亲 兄长 妻子 在送别开赴战场的儿子 弟弟 丈夫时 都会嘱咐 你在前方犯了死罪 我也要被处死 所以商鞅构建的军功绝制 绝不是交个脑袋领奖品就完事的 而是一系列的配套制度 环环相扣彼此支撑 不过任何制度 运行久了都会出问题 这种政策 必然会催生出一个极其严重的恶果 就是战争中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秦国士兵已经变成了杀人狂魔 首级高于一切 能多杀就绝不少杀 该杀的不该杀的一样要杀 这是从史记中整理的秦军历次战争大屠杀记录 一些小规模的屠杀数字没有记载 另外用水攻溺死的人数没有统计在内 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一统天下 前后135年中秦军共实施屠杀23次 共计172.7万人死于秦军的屠刀之下 屠杀次数越来越多 规模也越来越大 到秦昭襄王时期达到高峰 共屠杀14次 共计123.3万人 其中仅百起指挥战役下的屠杀人数就有92万人 这还不算水灌烟城淹死的数十万人 公元前293年一阙之战 韩魏联军被秦军斩首24万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 赵国40万大军向秦国投降 秦国只放走了240个年纪小的 余下的全部坑杀 连上之前的斩首记录 史记的记载是前后斩首辱45万人 赵人大震 蜀汉学者乔州说 秦国军队没打一场胜仗 就会把老弱妇人通通杀掉拿人头去记功 所以一记战功就是斩首上万 这话肯定有夸张成分 但杀粮冒功的现象应该是存在的 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必然引起六国的强烈反抗和仇怨 所以在其他国家看来 秦国就是虎狼之邦 秦人都是秦兽 既然投降也会死 那就死磕到底绝不投降 长平之战后 秦昭湘王迷信武力一意孤行 派了一圈人接连几次伐召 结果都是大败 邯郸之战失败后 秦国在军事上就没有大的进展了 越是拼命斩首 一统天下的阻力反而越大 所以吕不韦执掌向权后 开始弱化商阳路线 吕不韦是个功利的商人 不会怀着什么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他这么做 说明这套机制已经阻碍了秦国 决取实际利益 吕不韦下令 除斩首技工外 攻城陷阵 斩将千奇 捕获俘虏 缴获物资 都可以受决 等到吕不韦死后 魏辽继续弱化斩首技工政策 他喜欢用重金收买外国权臣 因此 秦国关于斩首的记载明显少了 而且势如破竹 六国根本没有组织起像样子的反抗 秦始皇锦用十年就完成了统一大业 聊到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复盘 秦国征战天下无往不胜的秘密 首先得益于商鞅构建的军功绝制 另外 发现弊端之后 也能及时纠错 不过还没有解答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套军功绝制 貌似也没有多么高深 为什么山东六国被摩擦了上百年 硬是学不会 有人说 秦国文明程度低 做野蛮的事心理障碍小 但这其实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 军功绝制 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拿军功换奖品的制度 商鞅在秦国开展的变法 是由一系列改革措施组成的系统工程 军功绝制就是依赖大系统生存的子系统 脱离了背后的配套措施 就形同虚设 下期视频 我们聊一聊商鞅开展的第二轮变法 那才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之后才能真正解答那个疑问 为什么是秦国 我是某某道人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记关注我哦 还有一键三连 拜拜 拜拜